中日两国本就一一带水 历史上的交流也是源源流长 2020年是中日邦交政策化50周年 全面有用50周年 50年来除了两国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双方的民间力量也推出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为民间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大叔给你们介绍这个人来头不小 日本媒体对他报道多人有毛 他也上过东方卫视做过嘉宾 他的名字叫做青木栗子 他来自日本福岗 大叔和他的结缘是在香港大公报大公网工作的时期 青木栗子是香港大公报大公网日本地区的总代理 当年大叔和他共同策划了一系列的项目 松中山代成100周年时 我们组织带领了凤凰卫视 东方卫视 北京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等十余家媒体在日本进行了九周行 寻找中中山在日本的足迹 他在中日商贸交流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促成了日本大型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 多次合作 跨越三十多个春夏秋冬 他始终活跃在日中交流的第一线 坚定不移的为中日友好交流做背后的牵线人 说到福岡 福岡地处日本本岛的下端 与中国地理位置很近 飞上海只需要一个小时 福岡现在中日交流史上 在日本国内率先一批与中国展开友好交流的地方 福岡也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必屈之地 这就是可以看出福岡在中日两国之间担任的重东之重的友好角色 因此日本九州地区的福岡也是日本国内最亲中的地区之一 都说青少年象征着国家的未来 青木栗子立足于福岡县 为两国青少年交流做出了很多努力 他赶怀见证和尚不舍 东渡日本传扬佛教 在日本燃尽自己的生命奉献精神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于他布玛尔和于是 2001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 率领20多余日本大学的学生乘船赴中国 效仿见证录 西行到中华大地此举 也堪称为平成版的西渡 与中国一流高等高校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的大学生 展开了友好交流 大叔来到福岡面对面的采访他 你好 姐姐 你好 好久不见 你怎么样 老了 没老 你看我们都好年轻 对 我们都是年轻人 对对对 开玩笑了 最近在这什么 最近做了很多有余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但是我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 就是把以前没能做到的事情 我有心坐下来 在公司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做了三十多年的 为中央领导人做翻译的工作 现在一个一个把它很好的整理 然后呢 让大家能看到 你看现在墙壁上挂了很多 珍贵的历史的记载 你作为中日之间的桥梁 就是做了上一辈子了 你觉得中国对日本最大的影响是哪一方面 日中两国一一带水 有着悠久的交往的历史 不过在悠久的交往的历史当中 日本向中国学了一千八百多年 现在日本的国家的制度 还有我们日本人头脑里面 心灵里面的一些思想和哲学风俗习惯 都是深深的受到中国唐朝 宋朝明朝等几个朝代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日中两国人民 是心灵不可相分离 不可相隔离的 是兄弟姐妹一家人 尤其是孔子思想 儒家思想 在日本的影响特别特别的深 好比说我们一家就是一个弟子 我们祖辈 我们的父辈 都把中国的古典的哲学 孔子的思想传授给我们 然后呢 我现在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之外 我还没有忘记 我们把自己的家庭 把自己的儿女抚养好 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不是有一句话 修生 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就是我们的家教 我们是本的这个家教育儿的 我呢 有三个孩子 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是个儿子 把他的名字取为仁静 仁义 理智性的人 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精髓 传授给下一代 下一代呢 没想到他比我更敬仰中国文化 我的儿子他也有三个孩子了 现在他呢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字 也取了一个仁 仁贤 然后呢 老二取了一个义 义秧 也就是说把义气放在自己的心中的 最中央的部分 义秧 然后呢 理 老三呢 是理因 所以三兄弟姐妹联合阶层 仁义 理 你看这个孔子文化 我们代代相传 中国文化对我们日本人 对日本的社会影响特别的深 不仅仅是我们家庭 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而且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呢 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 就是深深的杂根 深入到我们日本人的心灵和骨髓里面 影响特别特别的深厚 这就是中国文化对日本带来的最大的影响 这就是当年我们一起策划的项目 就是中国媒体九周型 对 松文诞成一百周年的时候 中国十大媒体 这是凤凰卫视的副台长黄海波 这是北京电台的 这个是上海电台的吴宗伟 这个是梅乌庄级的后裔 我去哪里了 你在这个没有头的就是你 哎呀 惨了惨了 十大媒体没有脑袋 就是我 现在有脑袋了 听目例子又是在中国出生 在文革期间返回日本 从那时期 她立志成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的桥梁 为两国的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以女性的一己微博之力 搭建起中日两国交流的一片天 她是值得尊敬的民间外交官